2月28日,由国内自行研制的高性能初级教练机,出教6飞机的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两证颁发活动在南昌摇湖机场举行。 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准军转名的飞机型号,标志着出教6飞机正式进入国内民用航空市场。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,中国民用航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健在给出教6飞机研制方中航工业宏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班正时表示, 出教6飞机取得试航批准,意味着其安全和质量管理已经被纳入民航局航空安全监管范围, 此次取证将为国产通用航空器大量进入民航领域起到示范效应。 据了解,出教6飞机属于成熟机型,质优价廉,自批量生产以来已经生产近3000架, 不仅在国内广泛应用,还出口多国,深受海内外用户的好评,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。 出教6飞机获得型号合格证,生产许可证,也意味着国产通用飞机的春天即将到来。 这个就是作为这种,在军民融合这块来说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, 而且对于军转民这个东西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。 这个前景应该是巨大的,民航总局的政策一出来网上能查到的, 马上就有很多人来问,这个飞机什么时候能买呀, 多少钱一架呀,那不知道有多少,甚至于很多人都不光是买飞机, 他想做什么来,就跟汽车4S店一样的, 就说我来做维护,做保养,都知道这块是伤机很大。 出教6飞机是国内用于飞行员筛选,初级培训的唯一自主研制机种, 一直服役于部队,被誉为中国飞行员的启蒙教练机。 于1958年首飞,1962年定型服役以来,总计飞行约1000万小时。 1979年,出教6飞机荣获中国国家质量金质奖, 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飞机型号。 中航工业宏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国内教练机研制的生产基地, 拥有以出教6飞机、教8飞机、L15飞机为代表的初中高级教练机产品体系, 现已成为波音、空客等世界知名企业的优秀供应商, 也是C919大型科技的主要供应商之一, 在航空研发、制造、总装等方面具备较强的实力。